當然我DEMO一下,最好是這樣 前期面按一下,自動就產生了,清除 清除的話就再寫一下 反正習慣上就得做一個效果 至少就是按下去,有了,然後可以有清除 或者說你按下去,報表就有了 按下去一個圖就出來了 這樣的話感覺就還蠻不錯的,蠻有成就感的 隨時可以掌握最新的情報 最新的統計的數字 那如果前期面的做法,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這個我大概很多程式都是類似的寫法 第一個就是說,我先有個預設值 因為將來要寫到第幾列,所以這邊有個K K的預設值等於2,為什麼等於2呢? 因為從第二列開始 那它每增加一個就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放在D欄的哪一列的意思 再來的話跑個回圈 如果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判斷說它的這個裡面的值 是不是小於8 或者是說小於等於7 都可以 然後呢,如果它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把它同一列的A欄放過來 到這邊來,複製過來 那複製的話基本上 記得喔 來源寫在後面 寫到哪裡放前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寫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程式並不會太複雜 一一樣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前期名 所以這邊的話你插入程序 然後打一個前期名 確定這邊就會有一個Sub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預設值我習慣 就是我的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 K等於2 意思是說我將來要從第二列 我要放到第二列開始 再來的話我就怎麼 讓它跑回圈 For I等於2到Range 我讓它也是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這個還蠻重要的 向下追蹤 點end 然後前刮虎 向下追蹤到的那個列給我一下 OK 那我知道 從上到下有這麼多 然後接下來裡面一樣放的邏輯 所以你寫Python 其實也大同小異 因為我只是用改成Range 然後呢 再來就是if if什麼呢 if 這個 這一個 藍就是Sales 儲存格 因為它一個個抓 I列的C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呢 怎麼樣呢 小於8的話 then 我做什麼 enter兩下 enter 如果它小於8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 call到這裡 這個要寫在後面 這個也寫前面 所以我的習慣是 這個 的A欄 這個A欄 所以我需要把它複製過來 call到這邊來 等於前面的話 就是 這個 那哪一列呢 從K開始 哪一欄呢 放在D欄 看得懂意思 這個等號意思 就是說 我要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到前面去 OK 所以很多同學 以前常問說 老師怎麼複製 出真格資料 這樣不就複製了 沒有那太複雜 你不要 其實這樣 但是只能複製一個儲存格 以後如果你要複製大量的儲存格的話 可能要用Range Range 裡面也有個點Copy方法 它可以一下全部過去 那再來的話 記得怎麼樣 K怎麼樣 要把它怎麼樣 因為它已經放一個過來了 那你如果下一次K還是等於2的話 那會蓋過去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OK 看得懂這個程式吧 好 程式 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 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啦 只是說你要也能夠刪掉重來 自己寫一遍也OK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懂了 OK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前七名的 那執行 欸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有八個 其實因為 第七名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這個第七名 這個也是第七名 所以會有兩個號碼 兩個是第七名 所以出來的結果呢 會是長這樣 清除的話呢 其實我是利用那個 D2 用Range Range範圍 後面加一個什麼 清除的話 就點什麼 Clear Contents 你打一個CL 它這邊有Clear Contents 就清除 所以如果說 當然你如果一下子沒辦法理解 你可以按F8 珠航跑 K等於2 從這個地方開始 讓它向下追蹤 所以追蹤到的話 它50 OK 第二列到50列 那它會先怎麼樣 先抓那個 這個排名 C藍這個 有沒有小於8 欸沒有 沒有就跳過去 有沒有 所以沒有 換下一個 再下一個這個 有沒有小於8 3有沒有小於8 有 所以它會怎麼樣 8 但是call的話 不是call那個喔 不是這個排名 是call前面那個數 所以它把第二 2的部分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所以是複製過 有沒有 所以它會把 找到的 這個 幫我複製到這裡來 那因為往下放 所以 K等於K加1 OK K的話現在等於3 也就是往下放 往下往下 應該 很好理解吧 齁 這個寫法齁 滿多地方都可以這樣寫 不是只有這裡喔 我發現我常 這已經把它變成一個樣板 以後的話喔 就照著call 好像蠻多地方 我要把某部分的資料 我要篩選到的東西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欸寫來寫去 我發現好像都寫得差不多 所以以後如果你實在是 沒有辦法一下子完全記得的話 至少你要把範本留下來 因為後來發現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你的範本太好用了 其實我後來都是用你的範本來call的 他是call然後改 他會改 但是他從頭來他比較不熟 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call的 你用貼的 你用改的 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後來發現 他剛開始不熟用貼的 慢慢改到習慣 他也慢慢會了 會了他會自己打 所以可能還是要接斷 沒有人那麼厲害 一下子就 什麼程式都一下就非常熟練 但是你總要有個階段 還有一點就是不要放棄 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個程式 就很想放棄 放棄你就少這個專業技能 所以變成你永遠都塗髮煉鋼 我覺得我寧可把程式學一學好了 叫我塗髮煉鋼 我覺得那個比學程式還要更痛苦 因為你花那麼多時間 你打不如把程式學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前七名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後來我寫完這個之後 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 我們一般是希望排名的話 這個是找到放過來 找到放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你可不可以改成 先抓第一名 八號先放過來 再抓第二名 十一號放過來 再抓第三名 二號放過來 他意思就是說 要按照排名先後次序 而不是找到就先放 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找到就放 我要按照第一名到第七名幫我放 那可是要這樣怎麼做 再一個回圈 對 沒錯 這個同學反應很快 只是說那個再一個回圈 就是再一個痛苦 為什麼 再一個回圈 對 那回圈放哪裡 對 所以你可能要有 4回圈 然後就1到7就好了 但是這個外 那個4 那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也許可以把這個 我習慣外回圈就挨 內回圈就追 可以想想看好了 外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可以很快想出來 表示你功力應該是足夠的 剩下來的話 你就熟練VPA 我相信 VPA在一般辦公室應用 非常的非常的好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什麼什麼東西都不用裝 而且馬上就有 另外以Sale是看得到的 再來以Sale的資源 VPA也可以取用 我覺得 如果兩者跟Python 比起來的話 說真的 如果你只是一般辦公室應用 你VPA一定要非常強大 為什麼 因為你用到的機會 會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你未來你的工作 可能是比較偏重在物聯網 或者是說可能是像工廠 工業自動化 或者是說影像辨識的話 那可能你用拍照的機會 會比較大 因為它用途可能不盡相同 當然最好兩者都會 因為現在好像 你們在面試工作的時候 好像他都要求要會 好像什麼都要會 18班5億什麼都要會 可是給的薪水 確實給那個很 什麼都要會 可是給很低的薪水 這是什麼邏輯 搞不懂 會越少薪水越高 會越少薪水越高 有嗎 當然啊 可是問題就像華碩一樣 股價 我看他們裡面很多人都這樣 所以相對的 他們也總會有重新再來過 所以他們執行長好像就自己就被fired掉了 有沒有 司從長好像有開啟者會 就說請他走路的嘛 沒有 對啦 不過